第27季第5集 看到我們坐近一點 有五個人 我們有一個英俊是back of house 現在正在看scream 幫我們稱讚的Ricky 我們的英俊Ricky 但其實還有人來的 沒錯 你看到整個桌面都在這些 不用說要知道嘉賓是誰 還有呢 就是香港藝術界、設計界、漫畫界 可能是玩具界的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葉Sir 我先避開位置 又彈開了 阿龍 我看到你們手頭上 我們整個人在拖著作品 其實只是滄海一宿 沒錯 大家有追開葉Sir 都不搶著了 插在營光幕上看一看 很厲害 這裡只是區區四本 我重申是區區四本 如果大家在動漫節 或者其他跟動漫有關的展覽 我相信葉Sir 基本上都是一個上客 也有大量的粉絲 在桌上 讓葉Sir簽名之餘 是要拗水吹的 是啊 剛才量自肥了 是啊 尤其是這套核彈出出 我想氣溫又會上升更多 葉Sir滿不滿意 剛剛發售完這個產品 滿意 很開心 不過大家想再看 要看著玩具超 因為等一下我們首創的 就是設計師自己爆自己玩具 第一次 我再說一點 雖然我們現在是爆玩具 但是坊間 抱歉 其實真的應該都沒有什麼貨 剛才我們很榮幸地找到這個老闆 是的 Steve就聊了兩句 抱歉 真的 可能沒有了 你要搶的 要快 要快 你當我們吹吧 沒有所謂 你別相信 不要買 有十幾間店舖 還有其他零售商 其實每一間店舖分都很少 是的 不過說回訪問 因為今天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他願意讓我們現場去訪問 最開心的 因為原本不是現場 是不是覺得糟糕了 不要緊 開心 好了 現在是現場的 我們講講 譬如Felix 我們知道香港重機 可能很多人都認識你 但是其實我們很有興趣 其實你整個 飾業生涯的過程 其實你從小時候畫畫 或者玩玩玩具 或者讀書 然後其實很多人都想問 其實有沒有人想問 問Felix 第一個問題 就是最早 第一次你做哪一個工作 我想我主要是讀設計 平原設計 理工是主修插畫的 所以畢業之後 第一份工作 其實是做一些Grabbit House 做一些廣告相關的 平原設計 反而是兼職 會畫的 所以我最早期畫很多 當年王巴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驚然 你的 不是 謝立文 他當年麥兜 當年那個版本 還是指門的時候 他每一期有很多 除了麥兜的主要故事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故事 其他故事 八兒媽 十年月 我就做很多那類型的 全部首輩 當年 一直都是不專 我想我是有份看的 那時候應該很小 小孩 小孩 會有訂購的 你真的讀小孩 你看的那本是大本還是小本 我真的不記得 那樣大本 大概 以前最早期的那本 我也有印象 不過我沒有本人看 又是你小時候 告訴你 不是我 但我也有印象 黃巴士 你不說 我真的不記得 這件事 最初做很多兒童策畫 原來是這麼同心 是的 畢業的那些 都是類似那類型的風格 比較歐美那種 那類型的 童話的描述 更多 同期又做一些廣告策畫 因為那個年代 我們做策畫是沒有名字的 廣告那些 因為你是要不停做不同風格 有做廣告公司 即是你幫助一些廣告公司 畫很多Storyport 那些 你畫的策畫是不出名的 你幫助廣告公司做的 全部都是 你假裝別人的風格 所以其實那個訓練挺好的 你令到 有不同的風格 不停 你要學其他人的風格 也很正確 Felix說得 那不是有社交網絡 那樣東西 沒有人是很難的 你要找一個地方 認識你 是很難的 當時做Editorial illustration 都是霸佔的 即是那些 好的平台 或者那些 地盤 雜誌全部 有些高手在 你要進去是很難的 事實上 你一直在這個界別裡 一直在不同公司做的 因為有些公司 都知道 原來你很多公司都做過 大家都有認識 黃巴士之後 是否進入了雜誌社 其實很多事情 我做了兩年之後 做了兩年之後 很沉悶 做冰山的那些 很沉悶 所以很沉悶 反而是兼職精彩 做一些shaving 偶然之下 看到這份有趣的工作 又要畫很多角色 又要懂動畫 又有一點興趣 所以原來我當然是做遊戲的 當時的那些年代 你最後的那個年代 你是說甚麼年份 九到幾年 九到幾年 即是Modem上網 D1、D1、D2、D1、D2、D2。 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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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當時去那間公司,他們很想做一個Multimedia遊戲。 這些好玩。 比較前衛一點。 他們一起玩的遊戲也是打卡遊戲的類型。 捉獎棋,回合回合。 有位置先去頂儘的。 這樣就是做了那類型。 開始學做八輪的Animation。 逐一粒 對,Pixel Art 可能一隻character只有24點 那種玩法 開始入了做遊戲行 一邊做 做了一些CD-ROM 後期就做了一隻 Real-time-treaty game 那個年代是Warcraft的年代 Warcraft出了之後 這條路可以做 開始開發 我後來做了一隻 我們最後出版的解像度 只有640x480 你想想那個年代 很高清 接著可以進入動畫界 動畫是2000年 偶然機會底下 一邊做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喜歡畫角色 2000年開始去了Imagi 又是另一個很大的新天地 新天地 那天沒有香港動畫公司 我自己都不認識很多 開始進去之後 由8個人開始 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450人 顯散 我這十年 我這十年認識了 EIN公司的人物 都不少 很多高手 例如劉思傑 阿Mo 很多都在那裡工作過 好像是同事 也是同事 是少林子 那段時間 雖然後來結束 其實是否能夠幫助這群參與同事 磨練 我想一定是 我自己來說 那天沒有那麼大的團隊 去做一些 所謂港仔化的項目 我第一次做的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過 Centrix 時空無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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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們來說算不算是很新 好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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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就是第一套 都算是第一套香港製造的 3D電視片集 當時 當時 就是 我加入Emanji 的時候 第一套製造的就是這個項目 包製造所有必數的東西 是 還有一些比較多人知道的 是另一套動畫 忍者龜 忍者龜的電影版 即第一套CG 那套是2007年出現的 然後就 小飛鴻 阿童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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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更加知道 因為之後 沒有了 但anyway 我都覺得這間公司很好 包括香港發掘了這幾十年 很多人才 其實是的 因為 我以前做很多CG 都在廣告公司 或一些小工廠 做廣告 他們對於演技的要求不高 即是動畫上 我們以前的同事 他們真的很誇張 我們有訓練 是要他們有演戲的老師 在Animator 要全部學會演戲 因為它不只是動畫 而是演戲 所以 其實你不是做電影 你不會去到這些 你浪費了 所以 公司浪費了之後 很多同事去了各地發展 新加坡 Lukas 又去了台灣 有些回到國內 大家都開始找自己 可以發揮下去的一個天秘 八陽光大陸 你自己的路又如何呢 這才是重點 為何會建立到葉Sir的性格 就在這一剎段開始 我自己完成後 再加入另一間工作室 也是我以前的老闆開的 同時間做了兩個項目 一個是拍攝了一套 我執照的 co-direct了一套 舒元空相關的動畫電影 叫做Monkey King Reloaded 亦是小金剛 我也搜尋到初出人 是否同名同姓 即是你來的 即是我 但那一套 算了 不要說 貴人差 因為做了很久 他做完之後 放了五年之後才能上 所以那個時間不太對 同一時間 做另一個漫畫的項目 這個項目就是 武道康師 當年就是 拿了喬正夫的小說歌版權 然後製作漫畫 本來是我製作的項目 做一做一做 變成自己下手玩 因為很難找人 始終你做了這麼長篇的項目 很難處理 所以我老闆的感覺是自己畫 我就試試 所以那本是第一本要下手的 亦是第一本要做的劇情 有關的有關的漫畫 真是厲害 幸好Almond我有訪問葉Sir 否則我不知道葉Sir 原來的背影是這麼豐富 因為我第一次在觀塘 看到你的畫 我覺得是一個畫家 他畫一些日晚的畫 我就不知道你在哪裏 在哪裏走出來 對 原來是這麼厲害 如果真是有追開葉Sir Ig也好 Facebook也好 基本上他的畫作 是 我想真的涉獵了不同的日系動漫 你講得出的基本上都做 美系也有 剛剛在TV和Facebook 對 他分享了Star Wars 原來畫了很多Star Wars 你今天嘛 沒辦法 對 他之前畫了很多 喜歡畫 是全方位 對 他很羨慕的人畫這麼厲害 很羨慕的人畫這麼厲害 今天也有一個畫畫 原來原來你們也有 你也有一張照片 我有看他的畫 不好意思 臉紅 是嗎 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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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話要說 我在聽 我有一個 開頭想問的 其實你小時候是看哪一類型的動漫 或者是插畫家 哪些是你的Hero 馬泳城 小時候 你說話有點像馬泳城 是嗎 是嗎 是 馬Sir 小時候真的是中學年代 那時候 你有沒有說 那時候 每個人都看完 都是納紙 對 但是 再大一點 到中學時 發覺 入行好像很難 全部都是要投稿 一定要敷投稿的過程 投稿幾次之後 然後就做學徒 慢慢那種 我又不可以 睡在地下 對 那種方法 我又不可以 我有投稿過 但沒有燈過出來 我又因為馬Sir 我去了山月學畫畫 真的去山月嗎 是呀 山月之遊 都是學了 我中四去學 那一年間去學 然後順便跟陳Sir學 考會考 當是學人物素描 馬學兩科 跟他學水彩 是跟學水彩 對 那天馬Sir就是大師兄 他就偶爾會幫忙 放糖 那樣 我都會一起學 那 那 學到 會考 會考之後 就開始 就停了 就停了 我都想不到 原來真的有影響 這個也很大 真的厲害 好奇 有些事情想問 葉Sir好像是打技 以前喜歡 現在不行 現在眼睛不頂不住 還有沒什麼時間 因為我看來就好像有很多畫作都是關於遊戲 小時候很喜歡打技 對 達利那些 多年代 對 Gameboy 對 到不差了 既然都展示開 本身 葉Sir一些 具注 本身畫作來說其實都有很多 主要都會是圍繞一些香港情懷比較重的一些我叫類別 有沒有特別原因會是真的選擇香港或者一些我們以前經常見到的東西 將它平面化了再用自己的創意加進去有沒有特別原因 其實我想事源一百年有一個藝術挑戰 叫做在IG搞的 有一個加拿大的藝術 他喜歡畫機行的 贏了 即如果你加入了他贏了 有一個挖掌才賺到他的獎品 其實就不是那樣的 他那個挑戰就是 在三月裡面 每天畫一幅機行 他有提供一些主題給你 其實你可以不跟進的 其實我一直都想做很多關於香港科幻的題材 其實在早之前在想一些漫畫的作品 但也讀不通的故事 最後趁著這個機場 不如將我想了一些角色 讀一些數 你再說吧 你永遠都做完 我曾經想過一個有劇情的科幻故事 是被導的香港式的奢侈 不過是讀不通的 有些東西還未通 所以純粹把那些角色 想到過癮的畫出來 就畫了31部 就是那個月裡面 1803月 坊間的反應都不錯 直到拍了手掌 同年7月 跟創作館合作 就出了第一本畫集 就是Walker手掌 沒錯 對 對 我看你的創作真的很厲害 機場巴士 你也可以選一片機械 對 這些無論你坐過 我有坐過 我只認得他 我只認得他這部 是超級老餅才認識的 他可以看的 是不是 你不畫 你不畫 我也不記得有這部巴士 好嗎 這部巴士 有50歲的朋友 應該都見過坐過了 早期二九年代 唯一一部冷氣巴士 對 對 這麼好記性 我完全沒有印象 我不是很認識的 也找回資料 有很多人會忘記 多謝你不找你的書 我也不記得原來有這部巴士 不是起步 你也不是一個新手 但現在看到你開始做玩具 其實你最想設計的是什麼機械 或者做到什麼玩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說真的 想做和實際有兩樣東西 有些東西你想實現 但可能在市場上 那樣東西不成功 例如 我兒子也說過 我有畫過一部 十幾機合體的東西 好像第一盤有 十幾機合體 我將那些 那麼多部 你計十五機合體之後 哇 很誇張 是不是有桌子小輪 對 小輪大那一隻 九天 那這也可以 但是這些應該沒有什麼可能 自己多說 我覺得要做的 技術上不是不可能 沒錯 我這樣說 是 如果你做一隻實物 是可以的 但是你說在市場上買 這東西就 另一個 明日戰機意度出 那樣的造型應該可以 裝日戰機 裝日戰機 但是你覺得 雖然你現在欠虛 但是如果 如果真的有投資者 或者換技公司 好像Tiny那些 那麼有勇氣 或者那麼有膽 嘗試公司 我不想害他們 這些要一點時間 我覺得 假設有一天 如果這件事 去到 再大一點 它自然就會發生 它沒有得逼 例如我們到盲盒 說真的 之前我們一早 認識了Steve 之後合作 其實都說 不過其實真的要時間 首先 沒有費很貴 第二 你究竟那件事 沒有人認識你 那些機肉頭 真的會有衝動 做那件事 要慢慢的 變時間煮 所以搞了很多年 我聽Steve說 沒錯 Steve說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麼久還未出 是不是不敢出 真的出了 出了 我看到很特別 的士 我覺得是很科幻 不過一會兒 我們不再爆 一會兒我們一起才爆 但是訪問裡面 各位兄弟 還有沒有問題 想問一下葉Sir 我剛剛想了很久 有一個名字 是一個 他有玩過一個故事 不過是搞笑的 都是香港的車輛 變形金剛 好像你沒看過 你沒看過 是呀 不過他是搞笑的 他就分開貨派和客派 哦 很漂亮 反而有看小黑同期的樓 即是那些 匯豐 渣打 應該差不多 那個年 因為那時 前一版就是小黑 下一版就是這樣 對 那個幾個 哦 到基本上 是 想要留意 究竟一會兒 我們爆這箱 有些什麼可以看呢 是 轉頭繼續留意 是呀 不過剛剛有一句 想讓你提醒 Andy Poon 因為他有課金 說笑的 他說One Gower Fans Love Toys 其實不是的 他說他都是做電影人物 設定的 嘩 這樣 厲害 香港出了很多人才 但很多時候 就不在本地 去到外地 因為可能會更加多 我以前聽過台灣會有多 一些類型的公司 新加坡 但香港好像不太多 即是在說動畫 香港其實真的少 相對 不過土壤也有些時間 再找人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你沒有出品 始終本土沒有市場 即是不夠大 市場不夠大 因為我之前做 在意邁的時候 也有機會在美國 一段時間 其實他們的部分很大 即是他們的人才 訓練出來 他們有很多機會 而且每次找一件事 譬如我要找人 有很多給你選 因為他們多 製作多 所以你需要人才多 你才自然 即是有雞才有打仗 沒錯 很多人做科幻 還有生態 對 我要找 只做機型設計 機型設計 那些已經有很多 我寫Story Board 他們分很多 只是寫笑 只是寫客 寫感動 寫行動 基本上他們很大 你找什麼 Story Board 也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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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那些很細 分得很細 基本上你 如果玩機型設計 他會再分很多 有些可能是concept high tech clean 玩concept car 那種 有些是很industrial 即很多 其實你上去 你現在看 例如art station 那些網絡 你已經看到很多 其實香港就很難 香港你沒有project 他們通常做的都是project based 他們不會一間公司 請一個設計 做很久 除非core management 通常都是 吹雞 我要做一個什麼題材 那些人 那些人就選擇最好的 就是做完之後 就下壓 然後你就換個題材 現在玩 不知道玩什麼風格 你就再召集那些 所以是很不同 所以你要找到最好的人 香港那一隻 就算我以前這樣 都是in-house 那你的in-house 始終人員上有限制 可能你強這些 你不強這些 那你永遠都是一個 那個staff是長期的 那你始終 那個班底 你就會有個局限在那裡 但是反而 如果聽你這樣說 香港應該是做不到project based 那些事情 為什麼呢 你沒有很多公司 你沒有很多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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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run 我想外國 好像Hollywood 可能是 我真的在A公司 接你一個job做完之後 好像在香港搞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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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 對 真的呼籲一下順逼 因為我們在台上也有些人看 說真的 特首 或者那些領導人 我們也會看的 美國總統 其實香港 我覺得是有很多材料 不過可能 有些有心的老闆 或者伙伴 他可以 運用到我們在現場 我們這些行業裡面 很人才 人才仔仔 其實可以去發展 因為其實你們已經是那個妙 對 如果要有 你可以越生越壯 到時你帶回二、三百人 去做一些project 那就搞定了 對嗎 我們要這些 沒錯 要深深 我們要深深 好 或者我都重討多一點 好 其實這一套系列的標 是何時推出的 應該是19年 第一彈 是 初初 這個有趣的 跟剛剛認識了Steve 之後 我們有授權 做一批產品 首先 第一把做是啫啫 我的印象中 然後就是 啫啫啫啫 就是Bill 出了兩彈 剛好笑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第一次正式跟他談 他剛好見了Bill 生產那間公司 然後就馬上見完 立即見完之後就見完 如果見到 2001 2021 2021 即是兩年後 再後一點 對不起 早了 2019年還未認識Steve 對 因為我記得他說 對 因為 Felix想開始 叫自己做重機 因為 2027年是疫情 對 他有分享過疫情 拖慢了一些發展 但幸好Steve 也有跟你一起合作 去出一些試一試的市場 是的 但疫情不會影響 他投資的信心 或者發售的渠動 他也很勇敢 很有心 也很勇敢 他儲錢出這套 是的 他的行動力很強 這是認真的 是的 下午才跟我們開會 然後晚上跟我們做直播 應該是錄影 這套Bill 其實你自己滿意嗎 很滿意 第一彈 其實我下手 多點設計 一起跟他們 In-house Designers Jam 第二彈 基本上他們都做了 我純粹做監修審批 很漂亮 他們都 配色 配色 錶帶和本身的錶 配色 那些脆味的東西 都配得很好 水龍頭好像很漂亮 草錶的人都很喜歡 買光 看看特別版是哪 特別版 那些是機械錶 其他的是石櫻 那些是石櫻 好 稍後又不見了 應該是 應該是 這隻是機械錶 對 第二彈是隱藏版 三色的士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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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也是機械的 這隻 還有很多買 差不多時候做事了 沒錯 我覺得德哥很清醒 非常好 我們可以 訪問就叫完 其實我覺得要一小時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兄弟盯緊 唯有開箱 好 我們史上第一次 香港設計師 爆自己玩具的 第一次 看不見到 人性真面目 立即自負了 大家有片迷症 如果不見了 就是這個人 哈哈哈哈 一會兒見 我可以